新书快报 他就是认为 他的孩子应该要获得 更多的领域 或更多的关照 像这样的人 他们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所谓的自恋病患者 这本书的作者 片田珠梅医生 他在这本书里定义了 所谓自恋病患者 他们具备什么样的特征 通常是希望获得特殊待遇 希望被人另眼相看的人 像这样的人 他们通常自尊都比较脆弱 按照本书的作者 片田珠梅医生的说法 他认为其实自恋病 跟痔疮跟癌症都有点像 每个人都有机会发生 为什么呢 因为自恋病 其实它是正于我们的欲望 如果说我们无法 克制自己的欲望的时候 自恋病就会开始蔓延开来 到之后表现在外面 就是我们常见的 奥克所谓的争议魔人 像这一类的 目前很多人会 曾于演出的分享当中 我不论去哪里玩 或者是我去吃什么大餐 我都一定要拍一个照 打个卡 炫耀一下 在这种状况下 大家彼此炫耀 你去哪里玩 我就要去比你更好的地方 你吃到什么样的美食 我就要吃到比你更好吃 更昂贵的美食 到最后就会变成 大家在比拼 比拼的目的是什么 我要获得更多的赞 我要获得更多的瞩目 我要成为那个最厉害的人 换句话说 像这样的比拼 像这样的社群网络的人际关系 其实是在让自恋病 这个症状越来越明显 那这本书里面提出了 什么解决之道呢 作者在这本书里面 告诉我们两个比较重要的点是说 在这个时代 脸书其实你很难避免它 它希望我们不要太过于 沉溺于脸书的分享 或者是彼此炫耀这个动作上 因为到最后你会 一直沉溺在那个 我要比别人更好 我要更多赞的那种 无底深渊当中 另外一个是说 他认为自恋病的患者 有很大一部分 其实是自尊受创的关系 那自尊受创可能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我们从小到大被要求说 你应该要做到这个 做到那个 到最后我们做不到 有一些人会无法接受自己的失败 他最后会去找一个盖椎羔羊 都是别人的错 都是社会的错 都是世界的错 都是谁的错 到最后这不是我的错 所以我的自尊 因此而保住不会受创 所以作者认为说 要避免这种情况 我们要承认 自己有些事情 的确是做不到的 要去承认说 我的确是利有未待 但是我不要去看 我做不到的事情 我要去看我的优点 我能够做到的事 才不会最后因为 要保住自尊去做 很多出隔离谱的作为 这位作者 我看他的背景也非常有趣 他写过很多其他的书 书名都颇有跟社会 新闻有相当的关系 能不能稍微简单说明一下 他关切的焦点是什么呢 他关切的焦点 主要还是在于 人跟人之间 比较不友善 比较具攻击性的一些行为上 他会希望说 借由剖析这样行为的成因 让我们不要去 产生这样的行为 也避免受到这些行为的伤害 最后可不可以再把这本书的书名 跟作者再介绍一次呢 这本书的书名是 自恋病 从奥克 随机杀人犯 怪兽病人 到暴走老人 作者是片田竹梅医生 我是光线出版的 董彦维军 我是周韶华 非常欢迎您下一次 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新书快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声